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相当于每天工作前了解一下工作的规划嘛 你自己要去那儿完成什么任务 然后相对位置是什么样 那还挺重要的 是不是不然有可能会迷路这样 是的 不过我们也有手持是GPS设备 挺好的 然后这个是你在冬天拍的视频是不是 是的 他知道大概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2021年月到二月的时候 开看了也挺冷的 那个时候大概温度是多 我们那个时候在Takla Lake附近 大概是0-23度到25度 那真的是挺冷的 那一般像0-23-25度有穿什么 我除了穿保暖的一类裤以外 有一层羽绒裤 一层羽绒服 然后外面会有一个防水的雨衣 和这个防水的裤子 穿那么多会不会感觉有一点臃肿 其实并没有很臃肿 因为穿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走动 所以人体一直在发热嘛 我们穿的还是比一般去外面玩的人少一点 那你现在现在你在做什么呢 我现在一看见我在这个树上绑彩带啊 这其实就是Cutblock Layout当中的Boundry Layout 也就是彩阀区边界的规划 我们有一个画好的范围 需要在屏中绑上接彩带来标记 这样那些砍树的机械就可以看到 那这些彩带都是什么意思 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意思 在正当机位里面 橙色一般就是边界的意思 在这个边界以内树是可以砍的 边界以外的话 则是不可以砍化的树 然后就是你们要把它绑在比较鲜眼的地方 然后让彩发的人看到这样 是的 那如果一般你们做这个边界设计的时候 需要注意些什么东西呢 是要考虑好多要素 比如我们会考虑水纹保护 生态保护 或是避开陡坡 减少彩发的时候各种施工限制 那你觉得冬天在林子里面工作 你觉得有什么心得 就是很宁静祥和呀 是因为学把那个噪音都吸走了 还是说是因为景色的原因 两者都有 我们走路的时候会穿这个snow shoes 应该叫做雪靴吧 它就是扩大你的鞋子 你的脚跟地面的接触面积 如果穿普通的鞋子 那么踩一脚你会陷进去 有的时候雪如果有一两米厚 那么你能陷到你的大腿 它难爬出来 事实上就是前面那个人穿的那种鞋子吗 没错 这样可以保证你就是浮在雪面之上 我们冬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了 由于一年中有很多时间在野外活动 我们对于四季变化的体验 是鲜明直接而深刻的 那Walter冬天跟夏天的工作感受主要区别是什么 各有各的特点吧 冬天只要你能克服寒冷 当然保暖措施做的其他情况下 其实是很安详很宁静的那种体验 夏天的话万物复苏到处都是生机 但同时也有蚊虫的烦恼 还有有些比较烦人的植物 确实感觉好像夏天虽然它景色更加优美一点 但是你看这里有很多的 这是什么植物 这是Devil's club 为什么要叫 我叫它恶魔棒 为什么要叫恶魔棒 其实如果我们把画面暂停一下 你就会看到这个植物的金杆上浑身上下都是刺 甚至在叶子上也布满了刺 真是很怕 真的很长 那平常你工作的时候会因为这个刺受伤吗 说实话 在我不戴手套或者手套戴得比较薄的时候 每天都会有一两根刺扎进手里 然后不过这个一般过两天 它会自己很容易被弹出来 你也可以自己把刺挑出来 弹到不是很弹 就是比较闹心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老师 他有一个刺卡在手里面 他说他卡了五年都没有拿出来 你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真的没有 一般最多一个或比较小的刺的话 过一周 因为很容易被挤出来了 那可能还好 然后那现在你们这工作是在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拿一个铲子 这个铲子是用来挖坑用的 因为这段视频我和我的同事在做ecological survey 生态调查 也就是调查这边的植被情况以及土壤情况 这个挖坑为什么要挖坑呢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挖一个很深的坑 然后测量土层的厚度 还有土层的土壤的质地 我记得我上课的时候做过 但是我记得这一部分 我一直觉得挺难的 你觉得呢 因为是体力活吧 因为挖一个坑起码要半个小时 那辨别土壤的那个分层 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技巧 如果在坑那边看的话 就是一般你挖半米深的坑 也是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颜色的不一样 如果我这个相机没办法放大 所以就有这个画面 那这个ecological assessment 除了挖坑 它还有什么其他的部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了 就是辨认植物 在一个范围内 找出所有的植物 或者说最有代表性的大多数植物 然后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一个调查表上 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是不是要认超多植物才可以 是的 是吗 所以我也不会聊 我也会请教我的同事 是吗 是吗 这些是野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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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剪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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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从开始,如果想要入这一行的话,开始体验。 诶,为什么呢? 因为冬天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Snow Shoe, 如果一整天都在Snow Shoe的话,还是体力消耗挺大的。 对,如果是可能刚刚开始工作,可能有点难以适应这样的一个体力上的挑战,对吗? 嗯。 好,这里有一点额外的内容。 由于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和Fred相当于是在闲聊, 并没有很正式,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聊到。 为了丰富大家对林业工作印象的图景, 我让我的同事Lorina阐述了她眼中的林业工作。 所以,当时在森林时,我们喜欢在森林时认为各种不同的价值, 我们在森林时认为最好处理这些东西。 我们正在剪下森林时,我们正在剪下森林时, 或者让它们回到森林时, 然后让它们回到森林时, 和其他森林时,和其他物品等等。 所以,我们做一些东西。 我们做这些东西。 我们做了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东西。 我们做了一些东西。 我们做了一些东西。 我们做了一些东西, 或者我们封聚山。 我们看到森林时, 尤其是森林时钮举。 尤其是森林时钮, 尤其是森林时钮。 尤其是森林时钮的。 尤其帽子, 用很多森林时钮。 一种森林时钮。 我们做了一些东西。 我们做了一些东西。 一层的东西。 一身大小时钮林时钮林时钮。 我们做了一座大小时帽子。 根素人灮糊。 小时钮, males escape from the males during mating season which is a crazy thing so we can do that and as people who work in the bush we have to look at these reserves and decide what's best to protect 直升飞机 全地形越野车 雪地摩托 这些很多人花钱来享受的娱乐项目 对于我们来说是工作的一部分 是进入森林深处必要的载具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